台电公司贫农区营业处今年举行施工班接牌仪式 由贫农区处长张俭宗宇主持 与施工班共同焚香其不够 邀请县府公务处长杨庆哲 贫农市长林歇松等贵宾共同接牌 请接牌 揭开布曼施工班正式成立 张俭宗宇表示 有鉴于承缆商配电外线技术人才日益短缺 及近年来台电面临员工退休潮 招募行进人员多 需充实训练以加速核心技术传承 所以从去年8月就开始积极筹备施工班 由资深领班负责培训施工专业技能 为提供稳定的电力及因应政府 推广太阳能发电政策 配合并往工程做足准备 屏东区处施工班的成立 不仅是提高屏东区处配电外线的施工能力外 也能够积极地培训人员的施工专业技能 参与各项配电的外线工作 配合民众用电需求 也能够兼负起稳定供电 技术传承的使命 施工班目前有2班22人 成员平均年龄20到30岁 不仅高学历技术更优良 未来将肩负加速稳定供电 及核心技术传承的使命 我本来是在线路做维修客人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就支援警调施工部门 对技术上的层面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 会比较固然辛苦 但是不怕辛苦 也是要延续这个传承 一些技术的传承 刚刚一开始就是因为人员的断层 所以我们正加紧在训练一些 新进人员的养成 包括技术的养成各方面 台电表示 施工班预订明年扩编为4班 日后将升格为施工客 张俭宗于今年也勉励同仁 未来积极投入各项配电外线工程工作 满足民众用电需求 共同为皮农地区电力建设打平 台电皮农战 皮农新闻张荣一刘建荣采访报道